在太原的街头巷尾曾经有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碉堡无数个,那时曾经的山西王岩西山引以为凹的东西,自称是铜墙铁壁的太原,谁也无法攻破。 图为太原白龙庙街里仅存不多的一座碉堡,这些分布在太原街头巷尾的大小碉堡,主要是预防攻破太原后发生巷战适用的,每一处碉堡的修建,对于岩西山来说可以说是煞费苦心,碉堡修建的可谓是相当结实牢固。 图为太原白龙庙街的一处碉堡,如今也看上去很完好,这些让岩西山引以为傲的大大小小碉堡,在解放军的强势攻击,下却变得不堪一击,在攻破太原后,这些碉堡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。 图为太原白龙庙街里的一处碉堡,旁边就是一座垃圾池,平时很多人会在碉堡处进行一些不文明行为。 和平时期,太原市的很多碉堡被拆除掉,现在在太原也很难找出几个了。 在太原的东山地区还保留一些,当然那些碉堡要比这种碉堡要大的多,设施也比这要高级的多,因为当初那可是岩西山的第一道防线。 对于这些碉堡你有什么想说的?欢迎留言讨论,文中的图片和图片,均为太原街头巷尾那点事儿原创,搬运盗取文章为可耻行为。 对于这些碉堡,不停留了启堡的敌礼。 对于这些碉堡是这些碉堡的短命,不停留了启堡。 对于此,别说我们也有点凯有点明运的碉堡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